头条开奖提到开会员咯 邀请您加入会员 加会员支持头条开奖 一起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华文新势力 欧盟的确说要制裁俄罗斯 但是这个冯德莱恩他讲 半年之内对俄国的油全面禁运 那么甚至也说一些成员国 因为很严重的在依赖俄国的石油嘛 我们也都知道啊 但是我们还是得做 所以现在给半年的时间 但是克林姆林宫这边就讲啊 好啊你要禁运石油 这可是双面刃呢 俄罗斯的外交部的发言人呢 当然就说那结果你们就自己承担嘛 可是问题现在来了 匈牙利匈牙利的外交部呢怎么讲 如果不设置例外的条件啊 我匈牙利不会支持欧盟 对俄国石油进口禁令的 现在什么要不要豁免啊 匈牙利想要豁免嘛 斯洛发克也是嘛 因为他的依赖度高啊 所以希望给宽限的时间 能不能宽限到2023年年底呢 大家看这依赖度是多高 斯洛发克是96%都要依赖俄国 匈牙利依赖58个percent 所以都是高依赖俄罗斯 对俄罗斯要制裁 所以欧盟祭出所谓的最强 这是第六轮了啊 而且是说到年底前要都对俄国的石油是全面禁运 好啦俄罗斯现在就说好啊那你们就这样做吧 但是会苦到谁 不就是这些国家都是需要俄罗斯能源老师 对因为所有的制裁一定是双面认 因为制裁还有包括对方的反制裁 那这次很清楚啊 所以说希望在六个月之内 大家要能够逐步的实现 这个从所有过去俄罗斯进口的油啊 天然气啊等等等等 但老实说从战争打到现在 类似的讨论讨论过很多次 那很明显到现在还在谈六个月的话 代表说欧盟里面的成员 有些国家的需求还是很大 你不可能一系之间达到 你也不可能一蹴可及 所以很多国家会希望能够达到一些例外的规定 或是豁免的一些要求 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出欧盟现在两难 因为在道德层面上 他必须要配合着美国 而且真的觉得说有必要 採取更强硬的一些作为 但在实际的执行层面上 其实每个国家内部都有些他的民意 不见的民意完全跟政府的政策是那么的整齐 因为民意考量的是民生经济 能源的价格 那现在OK那下个冬天我该怎么办 而且不是那么简单说很容易去新找 替代性的一些来源 因为你要找寻一些其他的一些合约 很稳定的管线 这些都不是很快能够实现 所以当每个国家都在讲说要延期 要展延的时候 或是有些国家在讲说 我希望有些豁免条例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看出里面并不是那么简单 可以马上达到一速可起 眼前都说支持可以的 但是都说慢一点晚一点 有例外条例 然后俄罗斯这边也说了 俄罗斯怎么讲的 你看普丁早就已经讲过了 石油是要外销到哪里 到南方到东方嘛 你们不跟我买你们欧洲国家 你不要 不要我就去别的地方了 去南方去东方 那不就是指的是印度跟中国吗 好了那现在讲到了印度了 印度现在既然俄国的石油被扩大制裁 印度真的是算盘打得金了 趁机赶快来凹折扣来打个六五折吧 韩炳之前哪有打到六五折的 现在是整个折扣越打越低 一桶要低于70美元的价格来买 布兰特原油现在交易价格是一桶将近108美元 他说那你要打到六五折的话 是要打到骨折吗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啊 本来就是今天你油卖不了别人的话 那你要我买 我当然要比较优惠的价格 这很合理啊 我相信现在是传出来印度 我相信未来中国大陆大概也是这样买 差不多也是这样 其他的国家那些没有加入制裁俄罗斯的国家 大概也会这样买 然后呢俄罗斯还有另外一个办法就是 因为欧盟到现在其实也没有真的实质禁止说 你如果是跟其他国际合资的公司的话 是不是还可以卖俄罗斯的石油 只要混合在一起就可以卖啊 所以他未来可能用这种混合的方式 还是继续在卖 所以我觉得你要用这种方式 去把俄罗斯在短期之内掐死 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因为他就薄利多消嘛 而且即使是60 就打六五折的低于70块美金 他还是有赚啊 因为之前油价曾经跌到三四十块 对不对 所以对他来讲我还是有赚 我为什么不卖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你们这样制裁的结果 到最后是欧洲这些国家会很难看 他的经济整个都会跟着下滑 可是你实际上俄罗斯当然受伤 可是受伤还不见得比 欧洲这些国家大 哎呀你刚刚讲到中国 中国有可能要买便宜的 当然了 问题是中国买便宜的 中国现在金融时报的报导说 大陆用一招是买便宜货 但是呢从俄乌战争之后 没公开报告与俄国石油供应商的交易 怎么了 受到西方制裁俄国天然气传 不到台湾日本改到中国大陆 我跟你说这个介大使 这个中国大陆是要低调的买 但俄罗斯要卖给印度的话 印度可以很高调的说 就连要折扣都可以大类类的就说 你要给我再更便宜 对不对 不一样嘛 因为为什么就是可以不一样呢 难道就是有所谓的这个二级制裁 大陆会然后印度就是不会被制裁 然后现在印度的媒体说 我们印度跟俄罗斯买 不应该被政治化啊 所以呢 所以就是印度就可以予取予求嘛 对印度因为美国如果要什么 采取二级制裁 如果 那第一个欧盟要先全部停光 你还有六个月了 对不对 那你现在又加上匈牙利跟斯洛伐克 你怎么能说不能买俄罗斯 你要惩罚的话那你匈牙利 你六月之前你要连欧盟一起惩罚 对不对 你要一起制裁 不可能嘛 然后你将来你要制裁的话 印度也跑不掉 现在你不能说买俄罗斯的油 通通要制裁的话那不得了啦 对不对 你欧盟就一缸一缸子都跑不掉了 那你不要其他第三世界还有啊 所以中国大陆我觉得他要买的话 这个没有违反任何法律规定 联合国今天有说 对俄罗斯做经济制裁吗 没有啊 联合国对伊朗有过经济制裁 对联合国有对北韩有经济制裁 对不对 你美国经济制裁问你与法何在 你美国就是靠什么 就是靠霸权吗 靠霸权就是说我制裁你 你有什么法律依据嘛 不合法嘛 对不对 所以今天印度人他也很清楚啊 我为什么要配合你的政策 你说话不是法律 对不对 我有我自己的国家利益的判断 对 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就美国来讲 他最难让大家接受就是说 欧盟现在还在买啦 是啊 他是六个月以后啦 在六个月之内 你不要想动其他别的国家 那你将来要动的话 你要印度一起动 是讲到印度而且介大使人 还没问你看印度多聪明 印度总理莫迪去欧洲三个国家 去了德国去了丹麦 然后又去了法国 去了这三个国家呢 他完全可以跟这三个欧洲国家呢 不同掉 在俄乌的看法上面 我就是要保持我自己的立场 然后呢 在跟丹麦一起发布联合声明的时候 你看看那声明怎么写的 在乌克兰战事上 丹麦总理重申 对于俄军怎样怎样是强烈谴责 这上面只有丹麦哦 没有印度哦 所以虽然是联合声明 但是只有丹麦在谴责啊 所以印度就是不肯一起谴责俄罗斯 就这样子就可以换来很多实质利益啦 这已经很给丹麦面子了 丹麦什么罪而小邦嘛 人家印度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啊 今天到你国家去算给你面子啦 丹麦不要自己觉得自己太了不起啊 欧盟又怎么样 对不对 你自己国家说实话 让他这样子做这样声明的话 已经就说单方面要去做了 而且本来我的立场的利益就如此嘛 为什么要强迫被人家接受呢 为什么要去顺从别人呢 都考虑自己利益就对啦 人家反而尊重你啊 对不对什么人家说你要吃我的莱猪你就要吃 你这样越配合下去就变成人家那个什么 随便来一个什么 美国一百个参议员随便来一个坐在你的 坐在你的办公室二郎锤一跳 然后就说你给我买 你给我买二十架我的波音飞机 就对你完全不尊重嘛 因为你自己不尊重自己啊 其实莫迪做的事只是很正常的 就是国际上要知道该拒绝就拒绝啊 没有说走到国际场合 你就一定要点头 一定要鞠躬 一定要说是吗 没有这个道理嘛 所以我今天到你家 我不能接受还是不接受 只是给你个面子 让你这个小国加两个字 你自己觉得快乐你就加吧 是 普丁当然了你看现在 反击西方制裁的方法就是 被列为不友好国以后 都不可以再买俄罗斯的原料了 他说这个就是对西方非法剥夺 俄罗斯联邦公民 以及法律实体财产权 限制财产权的回应啊 所以以后这些什么油啊 天然气啊都不会到你那边去了 所以你看刚刚我们在讲的 俄国天然气船 它是受到西方制裁的 结果就转个弯 不去日本也不到台湾啊 就改到中国大陆去了 因为中国大陆对俄罗斯 是友好的嘛 所以就很明显 但话说回来 现在我们来讲到德国 因为刚才说到了 印度的这个总理莫迪 他也去了德国一趟 不过呢现在 因为乌克兰讲话不太好听啊 然后呢现在我要请教一下老师 萧姿现在他说 这真的是很令人尴尬 乌克兰拒绝德国总统 史坦麦尔的访问 是为德国以及人民带来的问题啊 所以呢我就不去基辅 但是呢麻烦你乌克兰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 这个总统联络一下 赶快打个电话吧 来老师 这代表说上一次的事件 其实余波荡漾 因为在事件爆发的时候 基本上德国的态度是为了大局 有吞人 但以萧姿这一次的谈话里面看起来 其实上一次这个泽伦斯基 乌克兰拒绝德国总统去 其实是一个对德国来讲 是一个失礼的行为 而且德国基本上已经在很配合 越来越配合其实 美国的统一的这个战线 我们看到上一次还提供50辆 这个已经退休的 猎豹式的防空战车 这已经是很大的一步 因为过去其实德国的政策 其实它有很严格的一个 军售的一个规定 提供武器规定 那包括能源我们也看 德国也在步步的就往中间靠 那所以这一次 这个萧姿的讲法 其实也是我觉得可以 乌克兰可以再想一想 在你要争取最大资源的时候 其实有些时候 你的做法要比较细腻 你毕竟拒绝的是一个 主权国家的总统 而且是欧洲大国 所以德国的总统 还是有他在政策上一些辈分 跟影响力跟号召力的 那这样子其实把德国推得更远 而且德国会不会觉得说 我其实都已经做了蛮多的了 其实他做了不少 你看像包括前总理施洛德 他是亲俄的人士 亲俄派 结果李玉说可能要被砍掉 因为德国的财长呢 就说因为他现在呢 真的花一年啊 花这个德国政府花太多钱了 所以好像40万欧吧 所以你看这个施洛德过去 你看他这个担任的期间 是在1998到2005年是当总理 那现在是俄罗斯石油公司的高管 也是北溪天然气公司的股东委员会主席 所以对于一个前总理的领域 都可能要被砍了的话 德国可能觉得说我都已经做了够多了嘛 对啊所以那现在还换来了这样 真的就是觉得是不是太不值了 太失礼了就像刚刚老师讲的 所以应该你乌克兰是不是要做点什么 那就像现在你看前巴西总统鲁拉 登上时代封面了 大家知道他其实还要再回来选 选下一任的总统 那么这个前巴西总统他甚至就说 西方国家是正在透过制裁俄罗斯 惩罚全人类 所以这个泽伦斯基根本就是自以为是 韩冰 泽伦斯基的自以为是 我相信大家都看过他的表演了吧 我第一次看到有一个国家正在被人入侵 国民都在水深火热 然后焦头烂额的这样一个国家的领袖 天天在指责外国总统 而且这些外国总统 如果说他们都做毕上官 假设你去指责那些没有帮你的人 我觉得OK也就算了 因为他们不帮你 这些人偏偏都还正在帮他 然后被他指的鼻子骂 我觉得这是莫名其妙到一个极致 你知道德国我真的觉得肖之 远远不如梅克尔 梅克尔的时候他是整个欧盟的领袖 德国已经变成欧盟的实际领导人 结果肖之一上台之后 地位马上下降 现在连个乌克兰都可以对他遗旨气死 而且你知道德国卑躬屈膝到什么地步 连他那个权总理应位 他不愿意去指责普丁而已 结果就现在被他那个总统领域都被他砍 会不会太离谱啊 就是这位施洛德啊 施洛德就这样 我就觉得会不会太夸张 你德国去拍乌克兰马屁拍成这个样子 有必要吗 好歹德国也是个大国 至少远比乌克兰大 所以我真的觉得 你没有必要把自己做的这么小 那所以我觉得 现在你看巴西啊印度 为什么都是这些国家跳出来 因为这些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他们新兴经济体 然后呢他自己本身人口基数多市场大 所以我也不是完全要依赖西方这些国家 所以我就有底气去讲这种话 那至于欧盟这些国家 一个一个都被绑架在那个地方 你作俭制服就反而不敢讲真话 我觉得这才是现在最糟糕的一个现状 而且现在问题是这个巴西 假定这个前总统鲁拉 他回来还选上的话 建大使那真的不晓得 是不是又什么样子的一个政局啊 因为目前你看巴西有一点被美国硬拉着走 就是被迫要跟美国要站在同一条线 本来都说我不要去制裁 我也不要去谴责 好像都不行了 然后所以现在呢 这个前巴西总统他就放话了 他说你这泽伦斯基太过分 自以为是 是不是 所以这个巴西会变吗 他讲这句话 这种政客啊这种 他一定知道他这个社会的 对于这个 泽伦斯基的一个观感 他讲这句话应该是对他 可能在巴西国内是得分的 他才这样讲 而且巴西现任总统也没有支持 也没有支持泽伦斯基啊 他保持中立啊 他投票的时候也没有 应该也是弃权吧 巴西也是弃权吧 我记得 所以巴西事实上的话 是所谓的金砖五国里面的立场 金砖五国基本上都没有谴责俄罗斯 而且巴西还 这个现任总统还曾经呼吁过说 赶快停战了 我们这个主要的这个 肥料的这个零矿跟甲矿 都是俄罗斯跟乌克兰的 尤其俄罗斯的 你这样如果这个矿产 这个零肥料的原料出问题的话 那么我们巴西的农产品 会受影响 巴西农产品受影响 全球会引起大饥荒 是 所以巴西的立场是 从他自己利益考虑 从他自己利益考虑 不过他前总统这样讲 一定是显示巴西内部 也是看不惯这个 资伦斯基 他才会跟着讲 不过讲到这个德国 真的这一次 德国这个是让 我想让世界看低了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过去好歹也是 这个头号 欧洲的头号 头号强国嘛 怎么会今天沦落到这个程度 被这个任由 泽伦斯基如此之羞辱 不过德国内部的 舆论 这个民意已经在改变了 现在支持跟反对 这个乌克兰的 大概已经一比一 已经是一比一了 所以现在我觉得像这个 萧芝他也是看民意在做事 那么等民意再有一个转变的话 事实上的话很可能 这个德国对乌克兰政策 就会改了 也不会一意顺着乌克兰 那他最近人家就说 他不是给了几十辆 那个对空的那个战车吗 结果就是子弹不够啊 他那个是快速对空射击的 所以打个几小时他就打光了 所以这也是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 也是给乌克兰一个小鞋吧 好 李老师 那我们讲到德国之外 那现在呢你看 这个本来都会说是 猪肝肠就是软趴趴嘛 那现在他是想要硬起来啊 对不对 就像刚刚介大使讲说 我要看民意做事 但是其他的北欧的国家呢 像瑞典 瑞典想要申请加入北约 还获得美国安全保证 因为他需要一段时间 所以在这段时间 怕俄罗斯会不会对他动手啊 所以现在是说 获得美国安全的保证 那这真的是获得了 所谓的免死金牌 瑞典就可以不怕了吗 这个当然安全还是要掌握在自己手上 但是瑞典跟芬蘭这一次 他的申请是美国高 举双手赞成 跟对乌克兰态度是不同 包括北约移民署长也是 所以只要同意地建之后 这个是顺着程序 应该就会进入到北约 只要他们做出 最后地建的一个决定 但是北约一旦是个重要的 集体防御的机制 但是很多地方 这个安全其实很多的面向 也要靠自己 要靠其他的一些努力 不能只强调军事而已 不是啊 那现在还有人要相信 美国的安全保证吗 韩兵 对不对 那乌克兰之前也是啊 美国说 我一定会保证你的安全 没有啊 乌克兰显然当初 美国有给他 某一些施检量 没有公开的承诺 所以乌克兰动作 才会这么大 那乌克兰动作这么大的结果 就是现在国家被入侵嘛 就是这样 那瑞典要走到这一步吗 我觉得 现在他只是先放消息 你知道 就是看看这个风向出来之后 俄罗斯有什么激烈的反应 其实你看哦 俄罗斯没有什么激烈反应 布林肯他确诊了 哎呀 借大使 你知道布林肯哦 他4号确诊 展开隔离维持居家工作 赶快希望他能够病好起来 可是你知道吗 有点失望 为什么 因为本来他是要发表 对大陆的政策演说的 那现在呢 是怎样 要择日再办 我们看到这个最新的外电消息 是这样说 要择日再办 所以他要讲什么 就不知道了 但是说实在也好纳闷哦 怎么实际就这么巧呢 因为你记不记得上一次啊 你知道针对中国大陆的演说 然后之前你确诊 然后上次呢 是美国的众议院议长裴洛西 他要来台湾 也是应该针对着中国 结果呢 他也确诊 就真刚好 这样就令人怀疑啦 就是太多刚好啦 对 一牵涉到重要的 跟中国大陆有关的 就变成 这个 确诊 然后 我觉得就看后续观察 他这个确诊以后 这个这篇演讲还发不发 然后要拖多久 然后 有一种可能就是说 真的他这篇稿子 就是在内部还有很大争议性 还在讨论 还在修改 还在修改 还在讨论 那么就是说挂免战牌 然后内部再协调一下 这篇稿子 我看外面是蛮注 蛮瞩目的 是 那现在美国所有的外交政策 都跟美国这个其中选举相关 密切相关 因为拜登当总统的话 基本上他手上最好用的牌 就是外交牌 就现任者的总统 或者执政党 他在进行这种重要选举的时候 其实他的优势就是外交牌 因为他是资深外交官 他资深外交官 另外一方面 他的内政现在情况是很难好转 内政事实上的话 是相当很难得分的 只要不要继续失分 就不错了 那在这个情况下 他是外交牌是最重点 所以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牵涉到不只是 这个国际政治 这个牵涉到所有民主政治 真正的政治人物 最在乎的他的国内政治 还有他自己还有没有那个位置 这才是重要的 对 但是顾问 说实在的 本来我们很想听听 他到底会说些什么 对不对 印太架构难道要出来了吗 让他来讲一些什么的吗 但是说实在的 后来也有报导就说 其实也不用期待太多 大概就是一个概论而已 我们之前也在讲说 那这样的话 那还要什么讲 好好讲的 可是居然就确诊了 所以让我们非常的好奇 那到底原因是出在哪里呢 原因出在哪里 可能他真的确诊了 可能借着确诊 逃避了 那各位 所以我们把最近发生 跟过去发生的事 所以我记忆首期的跟大家 報告一下 是 皮洛西要来 然后确诊了 OK 就不来了 然后布林肯在东南亚跑一趟 要来对中国进行围堵的时候 然后到了泰国那一站 因为记者确诊了 所以回家了 从来没有人认为 因为记者确诊 所以要回家 一定是因为跟泰国没有谈头 所以要回家 这大家都 大家可以感受得出来 现在要谈对中的政策 然后确诊了 就不谈了 我非常同意 记大使的 这个记大使的讲法 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还没有定调 显然内部是有很大的争议 因为这里面讲出来 平常嘴巴叉叉就算了 但是现在会影响到 其中选举 可能这样的讲法 是不是对其中选举不好 等等 这是一个 那对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里面 美国是最特别 他可以在内政失败 但是可以展现出 美国总统的威势 就是外交 我记得在Morris的那个 选举的策略书里面 我就看到了一段 我印象非常的深 就是克林顿 这个选上之后 第一次其中选 输了 输了以后呢 他很沮丧 Morris在发生说 不要怕不要怕 你现在赶快离开华盛顿 到中东去 因为全世界会即将 你在解决中东 和谈问题 就展现出一个 美国总统的power 那你的声望就回来了 假如从这个故事 你就可以知道 这样子的情势来看 他的任何对中的政策的讲法 基本上就是要跟选举挂钩 那显然这一篇 跟选票有没有 看起来是不太有利 因为不太有利 所以只好重新改稿了 怎么理由 刚好有个确诊 真的也好 假的也好 这一下可以落跑了 就像当年的寄星集 就是要去秘密访问中国大陆 怎么办 到了巴基斯坦的时候 就说 拉肚子了 然后偷偷跑去了 回来以后 已经改变了一个世界 那这一次是不是这样 那我们不知道 这个我们外交大使在此 外交里面 常常会玩这种游戏的 不过呢 还是希望 这个布林肯早日康复 真的确诊 总是不好 不过 刚才 勇志你也听到了 我们两位专家呢 怎么说 是不是可能 还在那里斟酌用具 是不是里面 还有一些什么要讨论 那我们知道 其实最近 你发现 就是到底对中 客关税这件事情 其实在美国的内部 你光是看叶伦被视为鸽派 你再看戴琪被视为鹰派 鸽派 鸽派彼此之间 有不同的意见 那你可以想 至现在呢 正在针对这个部分 启动法定复审程序 我到底还要不要再继续 对中方 要克这样的一个关税呢 那当然美国有智库 就说了 取消吧 取消的话 才能够减缓通膨啊 取消的话 把美国的CPI 可以降低1.3% 数字都算给你看了 但是戴琪不认同 然后呢 这个释出 美国白宫内部的官员 自己都在吵 然后现在呢 偏偏又卡在什么 选举到了 美国现在 哪个国会议员 或者是出来 想当国会议员的 不出来好好的拼一下 拼选举 结果呢 那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还对中 降低关税的话 不就会被批评是 对华软弱了吗 所以有志 你看 现在美国的 这个参议员 俄亥俄州民主党 有众议员 Tim Ryan 他呢 就说 现在要赶快 对抗中国啊 要不然的话 10到15年之后 美国人要得说中文啦 又是推这种 电视广告 甚至还对着 Ohio州的工人们说 谁在抢你的工作 就是中国 中国赢了 那我们的工人就输了 所以 现在不只是他 他是民主党的 有选众议员的 选参议员的 共和党的 民主党的 都在纷纷打抗中牌 不觉得 现在美国已经陷入 父子骑驴的困境 抗中牌是自己 大张旗鼓拉出来的 那你现在遇到了 经济牌的时候 你抗中牌 似乎就抵触了嘛 是 你抗中是 你就像民进党一样 你不觉得好像 这所有东西看起来 拿抗中牌 无往不利 在川普时代 蔡英文也是 现在连台湾的疫情 搞成这样子 他也是认为说 都是因为大陆不给我们快晒 大陆的防疫政策 全部都是有关大陆就对了 那渐渐的台湾没有用了 美国还有没有用 美国的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在经济 为什么美国智库会说 够了吧 直接 发出声音说够了吧 你还要玩下去 他要玩下去是 如果这些大陆的企业 你所有的3500亿 已经到齐了 你再继续玩下去 我想拖垮的就是CPI 你再玩下去 你真正 刚刚介大使讲的 内政搞不好 就不要失分了嘛 那你现在继续失分的 就是通膨继续扩大 这些中国企业呢 继续被打压 包括美国的股市 你现在还要让他们 全部都下市 你刚刚后面 一整排的那些企业 你现在抗中牌 有些议员在某些险区 就像台湾一样 在南台湾 你好像不抗中不行 可是南台湾的农产品 不是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你继续抗 凤梨四家也没有了 香蕉也没地方可以去了 所以南部的人 现在也是父子骑驴啊 你到底要打什么牌 所以尽量的 在中间取一个平衡点 可是自己就很为难了 我要走哪条路 所以美国的内政 现在自己叫自己找来的 抗中牌自己拉起来 可是要把他放下 为了自己的经济 某些选区 是急需要经济牌的啊 对不对 包括中部那些农业县 这本来农业州 本来就需要一些经济牌 让他去活络起来 或者工人的 包括你刚刚看俄亥和州的 对 我一定要让这些工人 看起来工作有继续 可是你要把中期全部打掉 那些失业率怎么办 是啊 所以他们现在自己起虎南下 要做成什么 看来呢只能继续搞民粹 所以于是有 后面要讨论的什么多胎啦 青年选票啦 我觉得跟台湾真的好有既视感 好 所以其实说实在的 他现在打这个牌呢 你说要嘛你就解决美国的问题 美国的经济民生的问题 都一并能解决吗 未必 因为事实上 你这样子以后 坦白讲 多少的美国企业 会受到伤害 会啊 他们有在中国大陆投资的 或甚至是美国的消费者 需要买中国产品的 怎么办 那这些问题呢 刚才讲到说 这么简单的办法 来帮助你可以减缓通膨 那你不要 然后呢 就是一味的去打抗中牌 结果换来了是什么呢 没有解决问题 可能反而制造更多的问题吧 好 那话说回来 刚刚有志稍微谈到 美国的证管会 在4号把88家大陆的企业列入为 有摘牌下市风险的清单上面 哎 这个加数又增加了 又多出来这么88家 然后这里面呢 当然有包括京东腾讯音乐 拼多多 哔哩哔哩哩等等等等 好 我们没有完全列出 不过呢 就说如果连续三拒绝 美国审阅最快 2024将被除牌 将被摘牌 那这一边呢 当然其实大陆的方面 我有看一下 这个在3月的时候呢 这个大陆的证监会 就有回应了 就说其实呢 这是美国的监管部门 执行外国公司 问责法一个正常的程序 那么呢 在未来 当然呢最终 是不是真的会下市 还是取决于 中美审计监管合作的进展 以及结果 但借大使 哇你看哦 一口气哦 这么多家 再来后面是不是还有 像英国金融时报 甚至都在讲 美国也计划 要对大陆监控设备 被伤海康威视 实施人权相关的制裁 那结果问题是 海康威视的镜头 摄像镜头 全球有超过180个 在采用他们的产品 180个国家 180个国家 那 这如果一旦制裁了的话 那到底是伤到谁 大使 当然还是海康威视上的最重了 因为就个别公司来讲的话 美国现在用的方法的话 其实海康威视 2019就被制裁了 那时候既是实体清单 也就是美国的公司 不能对海康进行贸易 那 就是说一些重要的科技 相关零组件 大概不能够跟他进行交易 那这是已经第一次了 这一次的话 似乎 类似 现在还不太清楚 到底是什么样一个 对海康威视一个实际作为 是 不过类似就是第二级制裁了 也就是说 不但我美国人不能跟你做生意 你不能进入我市场 其他国家 你跟海康威视做生意的 你也要断绝跟我美国的关系 也就是我美国也要制裁你 那就是说 这个就等于说 在全球范围的封杀了 那让你海康威视 就是说这个世界最大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监控系统的 这个公司 回到中国大陆自己做生意 外面海外市场都不给你去 所以事实上这个 其实就已经象征说 其实美国对中国大陆发动的 这场经济冷战 其实老早已经开打了 而且会打得更更更更剧烈 它不但打击的对象 打击的范围 打击的强度 都在不断不断的增加 那就是说 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 不只是美国跟中国的经济脱钩 美国还要强制 其他国家跟中国经济脱钩 所以这场战争事实上的话 如果说我们现在两年前看的话 可能觉得还有这么多招 可是其实我们现在站在这个点看 两年以后 我们再回过来看这个点说 哇 那个时候真的好强度 还不是很全面 两年以后 美国的招数更多通通都出来 基本上说穿了 就是置你于死地 今天不是跟你跟你惩罚一下 关你这个有期徒刑两年 缓刑三年 不是这么轻轻轻轻轻 不是那边 他不断加重刑责 他基本上就是要置你于死地 这才是美国人跟你竞争 在经济上的玩法 就是我要你在市场上 就是要把你打垮 所以今天基本上过去 你比如说这些 这些88家 基本上我融资 你不要到我美国市场来募资 我这个融资管道 我给你切断 另外放这种有竞争力的公司 我给你灌个帽子 这次说是好像 什么新疆人权问题 那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这个海康威士 用在美国的监狱里面 那算不算违反美国人权 侵犯美国人权 对不对 那美国很多人加装 这种监控设施 安全监控设备 也一些犯罪集团也在用 那犯罪集团用这个监控设施 是不是又要侵犯美国人权 所以今天就是说 你提供器材 看什么人在用 如果这个用的人 是一个把它做出来 那这个做这个非法的使用 那卖器材人犯罪 那以后大家都不要卖刀 刀枪基本上你只要再做的话 有人拿去犯罪 那就是你卖刀做枪的人要负责 我看现在还没有这个法律吧 不过美国现在这种做法 已经可以看出来了 基本上我认为就是说 是刀刀剑骨 而且自治于死地 那所以就是说 才刚开始 因为这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印太经济架构 那更全面 那而且基本上就是在这个 经济的版图全球经济版图里面 它要你选边站 那有些美国是强迫的 美国靠它的市场的这种 这种强制力 或者让你的市场的通路的 有跟无 或者技术科技的控制 它强迫你选边 对 除了选边之外 美国现在还对 譬如哈康卫斯 我就直接下手 让你全部世界市场 你都做不下去 回到你中国市场 就是这样子 我想这场只能说是 前所未见的 是 美国对俄罗斯 记出来说 俄罗斯你当心 这是一个经济的核子弹 核子弹 我想美国这个核子弹 老早就开打 对中国大陆 我看也是核子弹机 甚至是氢弹机的 只是说现在 在一步一步的 在加强深化扩大 所以听起来就是 是我孤立完了俄罗斯之后 我接下来在经济上面 更要孤立中国 老师 我这样子 唐后有一句话 要吃那个下腰 要有那个屁股 你才吃那个蟹药 现在美国就是猛吃蟹药 但是他的屁股 能不能承受得了 问号 现在中美之间的关系 应该是这样子 中国大陆跟美国 希望采取的是赛跑的关系 就是说各在各的跑道上 我们尽力的跑 我跑赢你 我就是冠军 可是美国现在跟中国大陆 博弈采取的是前级的关系 前级的胜负是要把你打倒 把你压制 这才赢 赛跑是我只要赢你 那你跑第二 那你还是没准备 你只是第二而已 前级就会让你死不可 所以现在 这边来到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 我们大陆人们都说 笑怕陷不辣 笑眉陷不辣 这两个人在吵架的时候 恨不得词汇更多一点 打架的时候恨不得公祭 这个更多一点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 是不是真的可以达成呢 那我平安心讲 我用几句话来形容一下吧 美国现在的情势 一定是照我现在讲的这样的趋势 我可以负责的讲 第一个 他现在要去拉动盟邦 来围堵中国啊 是慢慢慢慢的拉不起来了 第二个呢 就是要把中国压下去压死了 发现慢慢慢慢的压不太动了 第三个就是自己 慢慢慢慢的起不来了 这一个趋势是不会变的 过程会很痛苦 中国会很痛苦 但是呢 过了之后啊 有一个人会更痛苦 那个叫美国 这里帮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次第酸水 与病毒细菌作用 打架完之后呢 就变成了水 温和不刺激 它比酒精跟漂白水呢 更环保 适合长时间多次频繁的使用 请赶快上快点购 买的时候记得输入我的 推荐代码就有折扣哦